你看他的技能的话 主要还是就是那个大招的 就是我要打先手的 是的 这个 如果确定的话 那这个火前锋 十有八九是要吃班的吗 我刚刚还在想 我说卡罗特会不会选择 搬掉这边的一个暗奥 因为单轻嘛 单轻 但是的话 你看卡罗特没有能够针对这个火前锋的 你看他要不要选一个 你不管第五手拿谁 个别序就 你拿个针对我 我就跟他掉就行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暗了的话 那这B班火前了 这B班火前了 应该是要搬火前锋了 这个火前锋 一会卡罗特就说 我刮杀 我靠火杀手刮杀刮死这个 有没有可能 你刮死我之前 我觉得我就打死你了 咱们来看一下 不好说行不行 因为你想一下 你火杀手会堆攻击力吗 你也不会 火杀手一般不对 对啊 没有堆攻击力的话 那触发概率就是 大概50%该略 对这个火前锋 你不搬的话 他对整场卡罗特这边的 一个威胁程度太高了 他基本打这我都是吊打 所以就还是搬了吧 首先来看一下 哎火仙 激素没毛病 可以打掉非常多条 但是露露没打掉 对 还是选择去打了 这一场 留一手吧 这个应该会留一手的 没有准备留 不留 因为她是想到 也行 因为你露露如果开大的话 是没有免疫的 对 然后我火杀手 直接接着 哦 你看哥别序打得很细啊 他就保了一手火海 我就指望着这一手火海的话来控你 指望着这一手火海 他没想着直接开大 开大的话因为刚才看了一下 除了风傲能吃到免疫的话 其他人全都没有免疫 哇那几会儿这个风傲了 能不能破掉 没有破掉 那补到了吧 我就海王刚刚这一下的话 一直没有被消掉 那海王还有控人的机会 哎 这个话我走了 海王是有机会的 还好啊没死就还有机会 鲁鲁的话他的来量非常大 这个打也没控制了 这控制了一个风化师 我风化师技能还是交完了的 这就是鲁鲁的正名之战了 但是我觉得鲁鲁不太好打了 这场真的要看鲁鲁的正名之战了 他得疯狂暴走 你真要是这种与鲁鲁都能赢的话 那就太过分了对吧 那咱该削一下削一下吧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 卡罗特肯定是死盯着你一个暗奥 死盯着暗奥打 然后个别区就奥着这个鲁鲁不断的 哎哦他想的是能够弄一下 或者是退下条对不对 对退下条 看这个鲁鲁 这把关键要看这个鲁鲁发挥了 这把关键打开 不留 他直接打减条 看一下鲁鲁这肯定要保啊 鲁鲁这肯定要保 这个没有毛病 他不选择击伙路 然后接着挂 对接着挂雷 只要这个暗奥的技能一旦刷新 就不断这么一直刷 一直刷一直刷 然后卡罗特这边是没有回复能力的 慢慢炮的话会就炮死 对方的话这个鹿鹿 然后一直这么来 一旦卡罗特这边出现检员 你的伤害不符的情况下 你就更难杀死我这个暗奥 好能不能打 这一下很伤 这一下很伤 好没有抵抗也没有暴走 还好没有暴走 对 暴走的话可能就直接灭了 要不要反暑硬去睡两块 可以啊 小枫 可以啊 小枫 今天可以的小枫这一下 海王这个控制 然后再睡两块 真是很过客 海王这个大招非常关键 哇 晕四个 漂亮 他刚才一扫 他之前最开始的那个时候 没有技能完全打出来 那个效果 这才是火海王 对对 这才是火海王 这才是火海王 这个真的是 哎 这一场真的峰回路转啊 这一场峰回路转 现在的话 已经基本上可以说 哥别区应该是 鹿鹿应该是赢了 鹿鹿应该是赢了 只要把火海王保住 他把火海王保住就完事了 对对对 翻盘了 放这一下 他还想翻鹿鹿去 这也好 大起霸落 有点难的 这已经很难打了 对方的话还有一个鹿鹿不断的奶 对吧 对刚刚我其实也在想 回过头来的话 到时候我们回头可以去看一下 官方到时候发出来的那个 比赛露屏 刚刚那一下火杀手到底开大好 还是那个平衛好 我也在想那一下 刚刚到那一下的时候 我也在考虑 因为当时霍尔是被睡一回合 然后的话海王是残血的状态 残血 那一下很不好说 打大好一点吧 反正 很不好说那一下操作 马后炮一下嘛 对马后炮一下 他当时考虑的也很 人家想的也很 反正这么打是输了 我火杀可能平衛 我万一嘲讽到了呢对吧 那比赛的走 走势又会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也只能 现在马后炮歪歪一下 对吧 光猴子放出来了 看卡罗特怎么打吧 是的 这一场双方的一个半选 来看一下这一场双方的一个半选 刚刚那一下的话 真的确实是峰回路转 真的是峰回路转 卡罗特会搬路路吗 之前的时候半截赛的时候 已经出现过一场 可以搬吧 他如果不想用 他又不想给对面 那你就搬呗 这一场直接把火仙人搬掉了 他有关鬼 其实卡罗特自己也挺喜欢 他是自己挺喜欢用火仙人 对 看看他玩不玩 暗奥 要抢风奥不 哥别旭要抢吗 还是说直接出针对位 看他到底要出先手魔灵 还是出后手魔灵 卡罗特肯定就是峰岸奥了呗 你就走峰岸奥 那就峰岸奥 那你峰岸奥要不要拿这个水花枝 不拿 峰岸我也不拿 也不走速空了看这样子 不走速空了 不过也不一定 不到第五手还真不好说 好咱们来看一下哥别序 再来双速度队长插一手轻 会再补一手轻吗 千大轻嘛 千大速度队长 这就摆明了 我3-3队长我要跟你拼速度了 那后续的话 补谁呢 补画师 目前在场的情况下的话 群青 他不会补个火化吧 火化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如果风化 大概率的情况下 风化不是都是暴走吗 很多用暴走 但是如果你用暴走的话 你可能就抢不过对方速度 而且卡罗特你看 这一呢 卡罗特对 卡罗特会用火啊的 风海王 而且他好像会经常就是 这个风龙旗加上3-3队长 风海王的话 那这一场还是要 你怎么看 风龙旗还是得摁吧 不然这个风暴女 伤害起不来啊 要搬风龙旗呗 那只能搬风龙旗 然后拼速度呗 然后双方都是3-3 两边6-3-3 这场我还真不知道 卡罗特会搬哪边的 因为我不好说 他到底是搬速度队长呢 还是搬空呢 还是搬群青呢 目前我们还不好说 搬了青 搬了青就是拼速度 两边拼了 这把3-3 两边6-3-3 这把就很嗨 对 看就看暗傲先动 还是看这个 就前锋先动了 就喜欢看这种局 双方拼幅文是吧 这种局好看 双方拼幅文 好 前锋先动 因为前锋是你不带意志 暗傲还是考虑了一些意志 我一个都没清掉 因为没干 打这没干 然后暴女还能打三个 这个能够下去 这一个疼啊 这个疼啊 真的打到肉上了这一下 然后再插掉去 插掉CG吧 插掉CG吧 插掉CG就可以随便补到 对 随便补到 然后发现没干过 这个开场 然后炸了 绝了 恭喜个别序 目前的话2-0 来 直接来到了 直接来到咱们总决赛的赛点了 他这两场 直接这么拿下来的话 气势如红啊现在 真的是 第一把靠大陆路就赢了 第二把 对刚刚没干过 第二把对刚 确实对刚的话 倒也没毛病 因为暗傲大概率都会考虑 自己也这边会补一手抑制 在你考虑抑制的情况下 对方水先锋 压根着不要抑制 所以速度快一点 倒也没毛病 好难啊现在 这光熊猫 刚刚那个二技能确实 光熊猫 没晕没消 啥也没干 二技能下去无视发生 打了点伤害 对 就打了点伤害 还拿不拿 鲁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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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拿暗傲的话 其实暗傲搭鲁鲁好搭吗 我更多的还是觉得 不是你这么想 你拿个暗傲 然后你再拿个大鲁鲁 如果对面补个 你就是这个队伍 火爱王 然后封建神王院这个队伍 如果你再补一个水化师 那我这个大鲁鲁可能 持续性比你这个队伍好得多 那就得看鲁鲁抵抗了 哎呦 卡罗赫开始赌钱了吗 就火锡了 这就火锡开始了 火锡啊 来快一块嘛 他有的 这肯定有 来嘛一块嘛 火杀 还是选择火杀 猫鹿杀 看你要不要拿两个水属性 你不拿一会儿我就又火锡了 那这样一来 你感觉这个封爹可能要摁掉啊 你觉得呢 封爹可能会摁掉 有可能 因为毕竟像咱们之前说的 他打鲁鲁 他打鲁鲁是最稳的 个别区要不要出风化 要不要出风化 但是对方有火锡 再出风化的话也不好拿 你真出风化吗 不好拿 可能对面跑的比你还还 对 哦 哦 可以 这个可以 对这个控火锡非常的稳 而且对方没有引爆的 这一手暗奥的话 我平时也经常用水仙女拿来打暗奥的局 很好用 然后搬掉你的露露的话 这场你没有免疫了 卡罗赫第五手必须不免疫了 不然很难打 不然很难打 不会拿封奥直接对刚吗 对刚我搬你封奥 或者是搬你 搬你暗奥 你速度也跑不起来啊 哪个不个免疫可能好一点 那怎么想啊 我这个 高级免疫 大免疫 这个我是没有的 这是大免疫 这个免疫就是 哎 露露应该还是会搬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个别区应该还是 大概率会搬露露 搬露露吧 嗯 大概率会搬露露 哎 没有 哎呀 搬掉了这个 这俩相爱相杀互搬了 哎呦 水仙女这个东西对火系的克制 没法说了 他很好用 水仙女拿来打对方没有免疫味的那种 速控流 特别好用 很强的 没有反击 没有反击 那光熊猫能不能控住 很关键了 不过技能也差掉了 两边CD都被打掉了 那你还是其实没有免疫了 火杀还有技能 火杀技能还在 晕脸啊 好 露露爆走了 露露爆走了 然后下个额有二 火杀是有技能的火杀 火海王能不能控住很关键 火杀 火杀没控住 火杀果然还是高抗啊 高抗型 基本上火杀都满抗 刷光熊猫再控一波露露呗 火杀 deficit 火杀 pode 可以刷光什么 看这一手能能控住 能能控不住 先 PR 没控住 麻烦了 这下麻烦了 晕 tough 法勒特要打反手了 8个底霧虎 又是真正的 这是最爽的 这是最爽的 对 而且对方的话是没有什么 除了除了轟氰宁王 是暴走 其他的话 基本上没有是暴走 吧 普马好用的一点說 他其实跟光人鱼被动一样 他有个冰冻 他这一手火砂刚刚那个技能 我去 这个火砂手一般咱玩的时候 是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免疫开出来了 一般八个能中四五个就不来了 是的 我觉得走条慢一点无所谓 我先把你就是你这个群体控制干掉 这样的话你的风跌 其实功能性就下降很低了 你风跌只能只能去刷 你刷剩下两个东西其实都不好 对作用都不大 哇这个技能效果还挺好看 你你不管刷谁 你都杀我死的我人 我路路慢慢奶 就奶回来了对不对 好这一场的话 卡罗特应该是拿下了 从前这个场上情况来看的话 赶紧去换个火砂 自己的火砂是因为不行是吧 跟当时就是卡罗特这边 风啊炸弹上不去的时候 我就气氛你就换个风啊 换个风号好一点 确实他那个风号是大不及的 是的 这轮到卡罗特反过来了呀 打反手了他现在 打露露有技能啊 而且你这个风精灵王现在很尴尬呀 刷谁的话效果都不行 都不是很好 你看还反击 然后主要是打不死人了 割背虚没有伤害了 但讲到底这个光熊猫 身后发生的时候 这个伤害还是挺高的呀 对不对 这已经拖到30-30了 嗯 你看刚刚那个光小马 他的血比较三分之力 光马是因为本身 他转后脆啊 他变身之后会减30% 这个是正常的 而且他的面 那个包括他的身板 这边的比较脆的一个 但是没有死 还能微弱的哪一小口 好 露露 来了 那没了 可这样哪一口都出过了 水芳慢慢咧咧的退出了直播间 这场什么呢 火杀的那一下控场太关键了 所有能给的debuff全给到了 水芳不会慢慢咧咧的退出直播间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来直播间 他在仓库里站着呢 太过分了吧 这不是过分 水芳不就这样吗 好 恭喜卡罗特杨总的话 这是追回一局 追回一局 目前双方进行到第四场的一个较量 光马有简报和卫命中 是的 有简报 对 他主要有卫命中 是 而且关键是 你看 火海王那一下大招 没有控制露露 也没有控制火杀手 然后光熊猫被封爹刷过技能之后 他的二技能也没有控制这两个人 直接就让对方翻盘了 对 现在的话来看一下第四场双方的一个半选 看卡罗特办什么 暗奥光轨 他把暗奥搬了 他把暗奥搬了 他是先手 他要把暗奥搬了 他拿什么 拿露露 不至于吧 那我觉得他搬露露 拿暗奥不好吗 但是他自己其实有更好的空 他光猴子这把放出来了 哇 一强火仙人吗 就这么刚 现在比赛刚刚进行到这儿了 因为我自己一选火仙人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对方能拿很多克制的魔灵 但是你看哥别序的话 他倒也没有直接拿比如说像火熙什么什么的 他是直接跟你对刚 我就跟你对刚 露露又开始了 露露加火杀 露露又开始了 开始了吗 不知道啊 但是卡罗特你有没有发现 把上一把对方的一个阵容有点 刻过 复刻过来 风精灵王加光熊猫 要不要光猴子 光猴子我觉得得要 你不要光猴子的话 你这时候风精灵王你刷谁的CD 我觉得 对 我觉得光猴子的话 得拿 得拿 你刷谁的CD 你不拿的话 你这首风精灵王拿的没意义 你都这么刚了 就直接光猴子风化师算了 火化师 火化 封你一个再碰 火化的话 戈别序 摁掉你的火仙人 你抢不到一速 你抢不到的 抢不掉一速的情况 火海王一个2技能 插你这边的关键位 看能不能插 主要还是看双方怎么一个 原来这个大露露是保火瑞奇的 很有可能这场露露加瑞奇 能够发挥出来 哇 不至于 那个东西还不如火瑞奇呢 嗯 这场的话火瑞奇搭配露露 他的可发挥空间是很大的 因为自己这方 我根据露露得搬 但是搬露露的话 一速又放给别人了 搬火刹手了 哎呦 卡罗特这边拿什么打伤害呢 光熊猫呗 然后又不断的用风精灵王去刷光熊猫 火化师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风的魔灵啊 他会在你这 你这边的条跑到一半的时候跟他跑出来 所以导致有的时候你控制接不上 目前来说的 这个才是问题 目前来说的话 很难很难打 看关谁能不能关进去 能不能关露露吧 没有啊 他不选择关露露 风精灵王应该是比对方快 那把露露的CD插掉还好 那就还好 那就还好 我还了 露露先动了 不 露露先动了 这个的话 博恩搭配我有点没看懂 他怎么会露露比他快呢 能打掉CD吗 然后这被控了呀 这直接就被控了 而且你插掉露露的CD的话 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你这边的一个伤害 完全没有 就能够短时间内干掉对方某一个人 然后露露只要动一两回头 我露露就每回合百分之十八 每回合百分之十八 非常稳定 而且你还得期待这个露露千万不能暴走 暴走的话二技能拿起了 暴走就免疫了 对 就直接炸了 现在的情况是很难了很难 非常难 光熊猫的这下技能必须得晕住这个露露 能晕住吗 好晕住了 还能打一打 主要是容错率方面的话 哥别序的容错率要高太多了 对 他露露一旦暴走一下 对于卡罗特的造成的真的是毁灭上一个打 露露还用暴走吗 好像连暴走都不用了吧 他有技能 好 打打赶紧打露露CD 对赶紧打 一定都要把这个技能给捏下去 不然 哎呦 抵抗了这一下 抵抗很长 要恭喜个别序了 这要恭喜个别序了 没有输出了 这已经没有伤害了 你没有任何伤害能够打死对方的人了 对 恭喜个别序 恭喜个别序 拿下了国内选拔赛的冠军 对 然后也感谢咱们的杨总奉献的精彩的比赛 然后也感谢咱们的杨总奉献的精彩的比赛